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今天呢 是个父亲节 所以呢 我来祝天下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爸爸 我爱你 快乐 快乐 哈喽 大家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 那在这里祝各位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天父爸爸非常的爱我们的父亲 愿上帝大大的赐福每一位爸爸 阿们 哈利路亚 那今天早上 让我们一起扬起我们的声音 一起的来高声欢呼 来赞美这位全地的大君王 哈利路亚 因为他配得 因为他是主 他是王 来高声上 来高声上 让我们来赞美尊重大君王 来高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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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赞美尊重大君王 来告神长 来告神长 让我们来赞美尊重的句话 唯有他配合 赞美与他世主 现在 今在快来句话 关心要悔患 往后都要承认 他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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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主耶稣 来告神长 每个人都一起开生 来赞美尊重的句话 阿们 让我们来赞美尊重的句话 来告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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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赞美尊重的句话 暂时来告神长 来告神长 来告神长 让我们来赞美尊重的句话 并有他配合 赞美 赞美与他世主 只有大认重的句话 祈祷再次来高山场 来高山场 来高山场 让我们来赞美尊重大军王 来高山场 来高山场 让我们来赞美尊重大军王 为理由祂赔得赞美 祂是主 喜宰今宰快来君王 欢喜要贵吧 往后都要承认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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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主 唯有祂赔得赞美 祂是主 你在今宰快来君王 欢喜要贵吧 往后都要承认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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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 唯有祂为人 祂赔得赞美 祂是主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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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 祂是主 喜宰 敬在 快来君王 关系要违白 往后都要承认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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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主 唯有 唯有祂配得 赞美 祂是主 喜宰 敬在 快来君王 万西要违白 往后都要承认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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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 万口要承认 万夕要跪拜 你是主 你是王 哈利路亚 你配得一切的尊贵 你配得一切的赞美 你配得一切的荣耀 今天我在这里 我要献上我的敬拜 来归给你 我在这里敬拜 去西向你归满 大声宣告你是我的神 你是如此美好 你是如此佩能 我在这里敬拜 你在这里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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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尽管 举行向祢对外 可是 宣告祢是我的神 祢是如此美好 祢是如此美的 我在这里尽管 祢胜利 我在这里尽管 这里尽管 举行向祢对外 大声宣告祢是我的神 祢是如此美好 祢是如此美的 我在这里尽管 举行向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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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首导师所说的 我们的心向神深深的来渴慕 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 上帝要特别对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话 那些心里面对神有很深渴慕的 那可能是跟神的一种的关系 也可能是你心中的一个呼求 那就如同当年哈纳她在神面前 清新土一样 那也就如同玛利亚她在耶稣的脚前 要倾听耶稣的声音一样 那今天早上天父爸爸 他也要回应 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 你内心里面你对神有很深很深的渴望 你渴望更深的来遇见神 你渴望更深的来认识神 天父爸爸说今天早上孩子啊 我听到你内心的渴望 我听到你内心发出的那个渴求 我今天要来回应你心中的那个渴望 我要来满足你的心 我要让你的心满意 我要让你的心满意出来 我要让你的心充满我的爱 天父爸爸今天早上要对我们当中 内心向他渴望的人回应的话 第二个就是今天早上我领受到 在我们当中就是那个 常常有那个口腔溃烂的 就是口腔常常有深奥色的 那常常不知名的这种 时不时呢就会有一段时间呢 好了又来好了又来 那么今天早上呢 耶稣说他要在我们当中 他要施行全能的医治 他要医治 他要医治在我们当中 那些常常有面对 这个口腔溃烂的那些问题的人 今天早上呢 让我们如果是你 是你本身 或者是你 你认识的人 是你的家人都好 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 你是行神迹 你是超自然 你是超自然的神 你要医治我们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命令这些 常常面对口腔溃烂的这些 这些的疾病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斥责这个的 口腔溃烂的这个的疾病现象 要完全的断根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今天早上呢 耶稣说你要得医治 完全得医治 而且是完全断根 从此这个口腔溃烂 不能够再回来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领受主的医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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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今天早上呢 神的话也再次提醒我们 他说在世界有苦难 但是呢 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他再次的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说 在他里面有平安 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他是我们的避风的港湾 神要让你在这个苦难里面 让你看见他的丰盛 他要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 把这个丰盛放在你的这个的生命里面 然后第二个我就是领受到 就是梯子 这个梯子就是 人是向上爬的 所以我觉得神要在当中呢 他要提升 我们当中一些的人 你不再属于现在这个的状况里面了 神说我要提升你 神要开始的提升你 你不再活在这种的状况里面 或者是你在面对这种的状况里面 神说他要提升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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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今天早上神也再次鼓励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要重新得利 你们必要如荫斩赐善痕 你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总不辞言 神的应许总不辞言 祂的应许要速速的来到 凡等候祂的人的身上 阿们 哈利路亚 祂的应许绝不落空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是的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的话语 今天早上再次鼓励 你所爱的 儿女们 让我们在你里面 重新得利 重新有盼望 重新领受医治 重新领受平安 哈利路亚 谢谢你 真好 谢谢你 真好 你的良善 你的慈爱 从来没有当眼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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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直到永远 你真好 你真好 你涟悯直到永远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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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迟到永远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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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迟到永远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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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迟到永远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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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迟到永远 你真好 一起开口 向天父爸爸来宣告 并相信说 你真好 你怜悯迟到永远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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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迟到永远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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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迟到永远 你怜悦到永远 你怜悯迟到永远 你只爱直到永远 你恋上直到永远 你恋命直到永远 你是爱直到永远 你恋上直到永远 你恋命直到永远 到永远 你只爱直到永远 你恋上直到永远 你恋命直到永远 到永远 你只爱直到永远 你恋上直到永远 你恋命直到永远 到永远 你只爱直到永远 你恋上直到永远 你恋命直到永远 你恋上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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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 愿我们将所有的尊贵 行神迹的一天 这个时刻 我要大家带着 非常兴奋的心 我们的天父爸爸 是行神迹的上帝 昨天晚上 我在半夜的时候 就听到 伯特利教会 在上一个主日 有一位年轻的牧师 讲的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 非常的感动我的心 而且这个感动我的心 就是我相信说 这一种超自然的神迹 是完全医生 没有办法医治的神迹 就是这么普遍的 这么简单的 发生在他们当中 我听的时候 我里面就兴奋起来 我说 上帝你让我听到这个见证 你就是要告诉 西部的弟兄姊妹说 天父爸爸 能在美国行的神迹 也能够在我们当中行 祂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 愿意说相信 接纳 改变我们的思维 天父爸爸 随时随地 都可以行神迹的 随时随地 都可以做那些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且就是简单的 年轻的牧师 就是这么拢 就是这样子的 祷告一下事情就发生了 那么前一段时间 他们就带队去到 美国的西亚洲去一个聚会 然后聚会完之后 年轻的讲员就为他们圣灵 充满祷告 然后他就走到会众当中 走到一半的时候 遇到一位女子 这位女子 她大概是 她是个瘫痪的姊妹 那么她 我相信她应该是坐在轮椅上 然后他们就 邀请这位牧师为她祷告 那位牧师看到这位女子的时候 她心里面很紧张 也很兴奋 紧张了什么 因为那个病实在太难搞了 而且她的问题也太大 眼睛一看就知道问题很大 那么这个姐妹 她所生的病的英文叫做EDS EDS就是一种的病 随时这个人的身体的骨头 跟骨头连结的地方 就是随时会脱臼 或者是脱节 那么医生讲说 这一种的人的生命 大概只能够活到四十多岁 所以这位姐妹一生中 她就是已经是没有什么盼望了 她就是非常的 一个绝望的人生 她唯一的人生盼望 就是每一天就是可以去交谈 那么她的身体的状况 严重到一个地步 她说她如果坐在车里面 一不小心 她这个肩膀这边就脱节了 然后如果手指 她愿意一下 这个手指的骨头跟骨头就脱节了 所以她身体把身上板了 就是穿在了 穿戴了很多的骨 那个钢夹 就是钢做的那个铁架 那个铁架 那么这个呢 她说她背部也是要 support 然后呢 她的脚呢 这个关键的地方都是要 support 然后她的手呢 这些地方也是要 support 连手指都要穿这个铁的 support 那么她说那个牧师呢 年轻牧师为了祷告的时候呢 她心里面很紧张 哇 这个好大的挑战 她是一祷告呢 神的灵就充满 她就倒在地上 她就感觉到这个牧师呢 觉得说 感谢神神在做工 然后她就继续为别人祷告 五分钟之后呢 她就听到这位姐妹呢 她到时候已经在地上了 就听到她尖叫的声音 她转回一看呢 那个姐妹 原来她的手指 就这样子拿得很高起来 就这样挥了上来 哇 对我 对那位年轻牧师说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对这位姐妹说呢 她已经几年了 她的手指 她就是手臂不能拿起来 手指就是也不能太远力 那么当下耶稣就抑制了 她的手就突然就 就可以拿着挥了起来 而且很远力地挥上来 她开始哭了 因为她这个是几年来 她都不能做了一个动作 她开始可以做了 这些姊妹神气开始发生 所以那位牧师呢 跑过来看到她之后呢 就再为她祷告 然后就继续再为别人祷告 当她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 又听到尖叫的声音 那这一次呢 这位姐妹呢 她的脚可以拿起来的 她的脚拿起来 拿得这么高 然后原来呢 这位姊妹说呢 她已经是 很多年 很多年 她的脚不能拿起来 为什么 因为她说曾经 因为骨头常常脱旧 问题嘛 所以她去动一个手术 结果医生误导了 就是误错了 就是做错了手术呢 把她的那个骨头的 这个地方的神经线剪断掉 所以她就没有 这个神经线断掉 就不能补回去 她永远就不能再 这个脚就再拿不起来 但是当下 耶稣就医治了那个 使那个断掉的神经线 重新借回去 而且她的脚可以拿起来 这个是十多年 她都不能做的动作 所以她非常的兴奋 当她 所以 耶稣医到她的手 然后她的脚又开始 也得到医治了 结局那牧师呢 就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最后呢 最后呢 这位姊妹呢 当那天晚上聚会完的时候呢 她整个身体的 所有的骨头 跟骨头连结的地方 她身上所有那个骨头 那个铁架呢 大大小小的铁架 背啊 脚啊 膝盖啊 手指啊 全部的铁架 全部一个一个 全部脱到完 因为当下耶稣医治她的时候 她的整个身体开始动起来 她整个身体完全得医治 她本来是不能站的 就是需要很多骨头 铁架来支持她的 当下她把这些铁架 全部脱下来 然后她开始走 她开始走 她开始跑 她开始在圣殿讲台上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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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姊妹呢 那一天呢 她就完全得医治了 而且呢 接着呢 她回去的时候呢 她看医生 而且医生说 她就是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变到这样子 为什么得医治了 所以接着呢 紧接着她就可以去走路了 去 去 去 可以走极力的路 你知道这个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 一样的神迹要发生在我们当中 如果这个时刻你是要神迹的话 我请你站起来 我们要开始相信 我们要相信说 行神迹的爸爸 在美国行神迹 在这边也是行神迹 在你的家也可以行神迹 如果此刻你是要神迹的 请你站起来 要感谢神 感谢神 你站起来 把你的手举起来 不管你的身体哪一个部分是要神迹 也不管是你的经济 或者是那一块 你就站起来 举起你的手 我要为你祷告 我要为你祷告 我要示范这个神迹 我奉耶稣救命子 我示范 我示范 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 医生说不能的 医生说没办法治好的 但是耶稣说可以 耶稣行神迹 发生在你的身上 领受吧孩子们 领受吧弟兄姊妹 那个骨头断掉的 那骨头跑胃的 这是跟我奉主的名字 特别祷告那些弟兄姊妹 常常骨头跑胃的 或者背骨疼痛的 或者最近被动手术的 我现在奉耶稣救命子 我说得医治吧 这个神迹发生在你身上 我为你每一人传到祷告 我说耶稣摸你的背 得医治吧 每一人传到你的背骨 得医治吧 还有很多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有脚痛 有动手术的 我祷告这个时候 你的手得医治 你的脚得医治 我说miracles 发生在你的身上 弟兄姊妹 接受爸爸是行神迹的爸爸 相信他 就是这么容易 就是这么简单 开始感谢我 感谢他说 爸爸 谢谢你医治我 谢谢你医治我 谢谢你给我神迹 我相信神迹 我相信爸爸能在美国 行神迹 在西部也一样的行神迹 太棒了 太棒了 弟兄姊妹 领受吧 领受就是这么容易 简单 爸爸爱你 爸爸爱你 领受这个医治 如果你的生命 正在处于那一些 免疫系统的问题 或者是 失调 或者医生说 不能医的 我现在祷告你的医治 领受吧 爱生得医治 爱生得医治 谢谢天父爸爸 那晚上不能睡觉的 完全的医治 神迹发生 谢谢天父爸爸 奉耶稣基督命 祈好他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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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爸爸 可以感受到爸爸的爱 爸爸的医治 在你们身上 在你们的家 谢谢天父爸爸 今天早上 最时刻的让我们来 收今天早上的奉献 我说今天早上 这个奉献叫做 Miracles of Lim 行神迹的奉献 我们不要再做那种 猎场的奉献 或者是责任的奉献 今天早上 你心里面 需要一个神迹的 你就把这个奉献 拿给天父爸爸 然后你就宣告说 这个是神迹的奉献 我相信当我拿上的时候 神迹就当下立刻发生 当下立刻发生 不管你是在经济 在工作 或者是疾病 或者是任何一块 今天早上当你说 这一个是行神迹 是神迹发生的奉献 Miracles of Friend 你就宣告吧 你就宣告吧 如果已经预备好了 我们就一起站起来 一家人 手牵手 我要为你们祷告 我要宣告说 胡萨那的家人 每一个人都有神迹 更大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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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祝福你们 经历到天父爸爸 耶稣不是一个宗教的师父 耶稣是你的父亲 祂要行神迹 祂要祝福你 天父爸爸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手牵手 我奉主的名字 释放天父的爱 领导你 我释放天父的天上的门 为你打开 让你的仓库有凉 而且不当有够 还有剩下 多多的流出来 留给纯事物的人 我要祝福你 一看到神迹 这一个礼拜 就看到这个神迹 这一个月就有神迹发生 我祝福你 这一个月有神迹发生 工作 经济 各方面都有神迹发生 天父爸爸 谢谢你 我们拍张荣耀 归给天父爸爸 我们一起说 感谢耶稣新的大神迹 一起讲 感谢耶稣新的大神迹 在我的家里面 在我的生命中 继续说 感谢耶稣新的大神迹 我接受这个神迹 说我接受这个神迹 I receive the miracles I receive the miracles 释放给你们 谢谢天父爸爸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Yah Amen Amen Yah Thank you Jesus 我们非常兴奋 今天早上呢 有一个非常卓越的牧师 来跟我们分享 真元书第三讲 就是我们的叶老师 好不好 我们这时刻呢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叶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真元第三讲 各位家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平安 感谢主 在过去的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蒙福 因为我们有 整一个月的家庭月 然后呢 又有 这个非常棒的 一个属灵的大的宴席 就是关于到从地级 到列国的这样一个圣子 我想当你如果参加过 有一起参加这个特会呢 你的心一定会被圣灵挑动 但如果很可惜 你没有参加这个特会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 把整长的聚会的录音 要把它听到完 所以感谢主 在几个月之前呢 上帝把一段的真言书 放在我的心中 就是官复到在2021年 怎么样听神的声音 让我们如何行走 在这样一个 很不特殊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今天早上呢 我非常感恩 因为牧师给我有机会 来分享真言第三讲 我希望能够 真的上帝给我智慧帮助我 能够把神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 把放在我心中的 这一些感动 能够讲得明白 所以今天早上 在开始分享真言书 第三讲的时候呢 让我们先一起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 感恩和赞美 主啊我们知道 这一个世代 这一个岁月 经历到一个不平凡的 一个环境 无论这个地上 怎样的动荡不安 但我们相信上帝 你一定有办法来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我们恳求你 赐下你的恩典 给你的仆人 让他有智慧 能够将你放在他心中的 这个感动跟负担 能够讲他 讲得清楚 天父我们也感谢你 恳求你帮助 给我们教会 能够有天上的启示 跟意向 让我们懂得如何 在这样的一个局势当中 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 甚至让我们有力量 来跟随你 进入到你的心意 谢谢主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各位家人 让我们先花一点点的时间 我想有一些神学上边的 一些有关于真言书的 一些总结 一些的论述 那么真言书首先呢 真言它不是一卷独立存在的书 它是依附在律法律列 典章法度礼上边 也就是说 真言书其实是在解释 律法当中一些神的命令 那么真言书它不是单单在讲神的允许 你去读真言书里边看到 有很多很多有关乎到一些的祝福 一些关乎到神的允许 它其实不是从真言书里边发出来的 真言书呢 它不是在讲神的允许 这些允许其实都是在律法当中告诉我们的 而真言书它是在劝导人要做一个对的选择 行在对的一个道路 站在一个对的位置 真言书它是属于伦理道德的一卷书 它是有关乎这个伦理学的一卷书 那么伦理两个字呢 是讲到人伦道德这里 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样的道理 这个道德的准则 那么伦理学它主要在探讨道德的价值 那么道德两个字呢 其实它被定义为一群人或一种文化 所认可的所有的行为准则 那我们知道整卷真言书 其实它在讲到这个伦理道德的时候呢 它在讲到这个君臣之道 它讲到呢夫妻相处之道 讲到这个父子 或者是说亲子关系之道 它讲到人在社会 在世界当中的生存之道 它讲到养生健康之道 它讲到怎样赚钱理财之道 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呢 这一卷圣经真的是包括 我们在世间一切所能够建立 产生的关系的一个行为道德的准则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旧约有许多摩西所颁发的律法 而这些律法是硬邦邦的 律法告诉我们它就是一个一条法律 你做就是带来什么结果 你如果不做就是会带来什么结果 而真言书呢 是在这个律法的准则当中 将它解释得更加的柔和 所以这个叫做伦理学 它其实是在解释到神的命令 解释到旧约的这些律法 所以呢 真言书你看到啊 它是讲到旧约以色列百姓的 一个伦理肝肠 一直到了新约 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 这些使徒在写到圣经的时候呢 你看到他们多有运用到真言书 所以你看如果在我们的这个 讲到的下边的那个内容里面 你可以看到 我举出了很多的例子 找到了很多的这个新约 引用真言书的这些的行为准则 所以也就是说 它是旧约以色列百姓的 伦理肝肠形式的标准准则 那么在新约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 保罗说我并不是要另立一个根基 也就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是不是今天就觉得说 你的生活你的行为就可以呢 这个放肆就可以放荡就可以任意 不是的 不是的 所以呢保罗包括圣经里面 很多的使徒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 讲到基督徒行为准则的时候呢 你看到他的伦理关系价值 这个伦理的纲要 也多有引用了这个真言书的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真言书呢 当你去研究说真言书的作者的时候 你会知道真言书31章的圣经呢 有大部分呢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写 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大卫的一生呢 他建造了神给亚伯拉罕所允许的这个国家 所以大卫呢 我们是说从亚伯拉罕一直以来 神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百姓所允许的 真正承受这个允许的是谁 是大卫 他把整个国家的蓝图拉到最大 他建立了一个刚强的国家 那么我们看到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 而所罗门呢 在父亲的基础上 在大卫的基础上边 在这个很强壮的国家的基础上 他建立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 你知道说当时在世界各地啊 在所罗门的时代 在世界各地的那些智慧的人 那些人都希望呢 去听所罗门的教导 希望去看到耶路撒冷的 这个以色列国的繁华和复兴 我们说这个叫什么 叫做这个国家的文化 而带来这个国家文化的是 因为他们的文明 而这个文明是因为 他们建立了一个 以这个信仰为准则 以律法为中心 以圣殿为生活中心的一个国家 一个文化 一个生活 弟兄姊妹 那我们说这一个呢 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什么 天国文化 也是我们今天讲到说 你要建立神的国 最终能够 我们讲到最终所要建立的 这个文化的这个文明 所以我们引用真言术一直到今天 如果运用到今天的教会 我们说所有的异象 还有属灵的运动 或者一个复兴 如果你想要他走得更长更久 更远更有影响力 那么他就必须要拥有一个 强而扎实的伦理关系 来支配他 这就是我们想到说 为什么在今天 我们讲到十年的复兴 而在今天上帝要建造的是什么 家的关系 我想只有当这个伦理 这个伦理关系 这个家的关系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才能承受一个更大的复兴 这个复兴不是像烟花一样 昙花一现 这个复兴这个异象 也不是说你感觉说很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很热闹 可是走不了多久 就夭折了 就没有了 上帝希望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复兴 持续到世界各地 以至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属灵的运动 这是神的心意 那么他就必须用 需要一个更强而扎实的伦理关系 来支配来托住来支撑 这一个属灵的运动 这一个属灵的复兴 这一个属灵的异象 所以当我们听到我们的这个黄牧师 跟我们讲到说从列国到地级的时候 我的心是很兴奋的 那么如何从列国到地级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列国到地级 我想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要建立家的关系 把家的关系建立起来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言书 我们领受了异象 我们领受了这个使命 我们也领受了这个世代复兴的一个圣旨 但是我们如何去承受它 我们如何去推广它 我们如何让我们得到它 甚至能够使它成为一个影响力 这就是真言书 所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伦理刚长 这个关系怎么样要被建立起来 感谢主 感谢主 在2021年呢 今年呢 几个月之前呢 上帝把真言书的一段圣经 放在我的心中 我想了很久 我想了很久 我个人认为这一段的圣经呢 是称为真言书中的真言 就真言中的真言 我个人也认为它是整个真言书的 一个属灵的经义当中的一个说版 也说31卷的 也31章的这个真言书 你能够把它说短 就是成为这一段的经文 那这也是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这个主题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了真言书第4章20到27节 真言书第4章20到27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耻 彻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济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斜屁的口 弃绝乖谬的嘴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要修平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感谢主 那我个人认为的这一段圣经呢 它是整个真言书的一个说版 它也是真言中的真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那么今天早上呢 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来看神在这个时代当中 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 恢复全人重新出发 你不想重新出发都不能 为什么 因为整个疫情 新冠疫情 让全世界成为一个大洗牌 现在在一个大洗牌的一个环境 所有的次序被打乱 你要重新出发 而这个心一定要从你内心的深处出发 感谢主 我们来看啊 我今天早上我们来看 当你读到这段真言的 这段真言书内容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一段是蛮特殊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讲到一些肢体 讲到人身上的一些器官 所以我们说真言书啊 三十一章的这一卷圣经啊 它是蛮特殊的 因为真言书里面有很多用的是比喻 很多用的是拟人 拟人是什么呢 就是把动物啊或者事物 把它编成一个人一样 好像人跟人在对话 好像手也会讲话 脚也会讲话 好像呢 这个骨头都会传达一些 一些讯息 一些意思 这个叫你人 把所有不会动的都 用人的角度 去把它描述出来 所以它里面讲到很多的预言 预言它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故事呢 它能不能够成立 而是它背后那个意思是什么 所以真言书是一个 一卷很特殊的一卷圣经 其实蛮好玩的你看啊 我们说真言书里面有什么 比如说数字真言 数字真言 你看我的内容当中 你看到真言书第30章 11到14节里面说 有一宗人 一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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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 那么 然后呢 在30章的15节 又讲到二三四 什么二三四呢 说马皇有两个女儿 常说给呀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连说 不够的共有四样 这个二三四是什么意思 马皇是什么 马皇你知道呢 马皇是那个水稻田里边的 种米的那个水稻田里边的 一个害虫 这个虫会吸人的血 它有两个女儿 然后呢 然后呢 它常说给呀给呀 不知足的又有三样 然后呢 连说不知足的又有四样 这个在讲 在讲什么 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 数字真言 数字真言 然后真言书的30章18节 圣经说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 然后呢 第六章的这个 30章的21节说 是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当不起的有 共有四样 然后呢 第六章的16节说 耶和华所震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震恶的 共有这个七样 其实 这个数字真言 它要表达是背后的一个经意 你如果去了解这个1234 你了解不出来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个叫做很特殊的一种记载 一种描述 那么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段经文呢 它也是用这样很特殊的一种方式 去描述表达神的一个心意 它是很特殊的 所以我们称它为特殊的真言 但却传达神的心意 这个特殊为什么呢 在这一段 我们称它为器官真言 什么器官真言 对吧 因为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耳朵 对吧 那么这一段圣经所记述的 这个器官的顺序 耳朵 眼睛 心 你的口 你的嘴 还有呢 你的脚 你的脚 所以呢 它在讲到人体的这些器官 而整卷真言书 其实都在讲这些器官 你打开真言书 你常常会看到 书中记载 眼睛 耳朵 口 手 脚 等等的器官 那么更重要的 我们能够看到 透过这些器官 它在传达神的一个心意 所以真言书 第二十章的 这个十二节 圣经怎么说 能听的耳 能看的眼 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所有的器官 都是神所造的 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告诉我们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 按着神的样式所造的 弟兄姊妹 人既是按着神的形象 与样式造的 那么我们的身上 必须要活出神的形象 这个就是天国文化的生命 这个就是天国的生命 我们的身上 要活出神的形象 那么我们看到呢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 你看到 讲到说 你的耳朵要留心听神的话 然后呢 你的眼睛要留心看神的话 然后把神的话存在你的心中 然后你的心就被医治了 你的心若被医治了 你的口就会讲对的话 你的脚 你的眼睛就会看到对的路 你的脚就会行在 蒙福正确的道路当中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什么 特殊的真言 但是它却在传达神的一个心意 而这个心意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当你把神放在心中的时候 真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 因为得着他的 这个他 当然在这段圣经的名门指的是 神的话语 但你发现说 从这段圣经所要表达的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神 你要把神存在你的心中 你要拥有耶稣基督 你要披戴耶稣基督 你要被主得着 因为你得着他的 就得着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讲到的 这个肢体的顺序 告诉我们 神的救赎 是为要使我们全人被救赎 神的救赎不是某一点的 不是差一点点的 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哇可惜啊 这个人差了一点点 弟兄姊妹 神的拯救会不会差一点点 神的拯救是全人全人 神的拯救 神的救恩是全备的 我们说神今天要医治你 一定是完完全全的 不会差一点点 你要领受神的恩典 也不是差那么一点点 你要领受医治 也不是差一点点 我们说这个叫做 全人的救赎 全人的救赎 恢复使我们整个人 恢复在神的心意里 无论你的眼睛 无论你的耳朵 无论你的心 无论你的脚 无论你的嘴 你都要恢复在神 创造的心意里 这就让我想起 无论今天 你领受的是 怎样的一个意象 无论今天 你带着怎样的一个使命 但是属尼的道路 总是没有变的 罗马书的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人信了主之后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又拥有了一个 属灵的身份 这个身份是神的儿女 但是如果你要活出这个身份 你就要从称义到成圣 从成圣再到得圣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这个护照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 神的这个使命 我们要带动十年的复兴 我们不是拥有一个 被各样的伤害 所伤害的 遍体灵伤的一个创伤的生命 或者说 只是带着神儿女的一个名称 但是呢 我们整个生命都还没有成圣 还没有恢复过来 还没有拥有神的那个荣耀 跟完全的形象 以致我们的生命当中 还有许多的伤害 我们的口也不知道 该讲什么样的话 我们只知道说有异象 有使命要怎样做 要怎样做 要怎样做 我们说我们要从列国到地级 我们心中很有火热 很有负担 很有异象 但我们的生命 如果还没有被恢复过来 我们的耳朵还没有恢复过来 我们的眼睛还没有恢复过来 我们的嘴巴还没有恢复过来 我们的脚还没有恢复过来 我们里边的心还没有被医治 我们还是带着各样的伤害 请问这个复兴能够持续多久 所以我们说 从这个很特殊的真言里边 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是要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越来越像天父 神的心意 是要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医治过来 拥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所以约翰三书第二节 设计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就是全辈的福音 要带来我们全人得健壮 你生命的每一个器官 都要被恢复过来 进入到神的命定 而不是说某一些 已经进入到神的命定 而某一些 还是带着亚当的 这个救人的生命 我想如果你拥有一个 一半是基督 一半是亚当的这个 这个老救人的那个生命 那这个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 因为一半是新造的人 还有一半呢 是尸体 亚当的尸体 那你能够持续多久 所以我们说 过去我们领受的意向 没有错 神给我们教会的 呼召没有错 但今天我们是否 已经预备好了 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了 预备我们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让我们懂得 神的救赎 是全辈的救赎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拥有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身上的 每一个肢体 都要活过来 每一个肢体 都要被复兴 都要被恢复 这是第一个方面 我们看到说 从特殊的睁眼 让我们去 看神的心意 第二个方面 我们来看 说完全的救赎 完全得丰盛 神的心意 不单单要我们 仅仅得救 仅仅成为基督徒 仅仅得到属灵的生命 神的心意 来是要我们 经历祂的丰盛 甚至使神的这个丰盛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流露出来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节 我们都会背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我来了 我来了是要叫 仰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基督 希望我们更丰盛 今年比去年更丰盛 明年比今年更丰盛 神希望我们 越来越好 神希望我们 每一个人 都拥有 像神那样的荣美 弟兄姊妹 这是神的心意 这是神的心 而耶稣基督 所付出的代价 在十字架上 我们刚才讲到说 救恩啊 神不是说 还差一点点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没有留下一点 没有留下 任何一点点的好处 不赐给那 寻求他的人 神把自己 所有的给了我们 而我们今天拥有的 应该是 完全的救赎 而完全的救赎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是今天你发现 你救赎 你拥有了多少救赎 很多人 你拥有了一个 神儿子的名称 可是你的家庭 还没有救赎回来 很多人 经济还没有救赎回来 很多人 身体健康 还没有救赎回来 我们说 全人的救赎 神没有留下一思 一毫 一点点说 这个我不给你 没有 今天早上 我们要宣告说 完全的救赎 当你信了主 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 可是我们一生 再走一条道路 叫成圣的道路 就是一生 你要让神的这个丰盛 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 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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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姊妹 真言书有一段圣经 今天早上 我们一定要读 这一段圣经 在圣经里面 很少你能够找到 一节经文 一段经文 能够把 这个信耶稣 所有的好处 都把它记录出来 很少有 但是这段经文却把 信耶稣 我们说 几乎差不多 所有的好处 都把它记录出来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这个经文一定要读 所以我们称它为什么 神的智慧 与人的能力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 神的智慧 与人的能力 真言书第三章 五到第十节 我们来看新一本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 你要一心依赖耶尔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要承认它 它必使你的路径 平碳正直 不可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尔华 远离二世 这必使你的身体健康 使你的骨头滋润 你要把你的财物 和一切出手的农作物 敬奋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库 必充满有余 你的这个榨酒池 也必盈溢新酒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圣经你很少 能够找到一段经文说 把这个属灵的美好 跟这个祝福 描述得这么 这么完全的 这段经文告诉你 圣经说 你要敬畏神 你敬畏神 上帝就使你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是代表 你身上没有一点一点的疾病 你的身体是完全健壮的 阿们 不单如此 圣经说 是你的骨头都滋润 什么叫骨头滋润 骨头滋润就包括了 什么心理疾病 晚上睡不到觉 忧郁 抑郁 包括你内心深处的 圣经告诉我们 用骨头两个字 就告诉你 骨头就是代表 基因里面的问题 基因里面的问题 今天医学界搞不清楚 研究不明白的一些病的由来 叫做骨头 圣经告诉我们说 喜乐的心来是良药 忧伤的临死骨枯干 医学界没有办法做出研究说 人的骨头枯干跟忧伤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疾病 很多的疾病是跟情绪有关的 很多的疾病是跟心情有关的 很多人的很多的疾病 是跟你内心深处有一些 你没有办法说你是吃坏东西了 还是说被车撞 不不不不 跟这些无关 是跟这些无关 是你灵里边的 魂里边的 是你生命深处 你今天没有办法去形容的问题 叫做骨头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说敬畏神 神要医治你的身体是健壮的 那一些医学界没有名称的 找不到原因的 圣经说是你骨头滋润 这些问题都要被解决 阿妹 不但如此 圣经说你如果将出手的果子献上 上帝要祝福你 让你的仓库充满有余 炸酒池必有银亦新酒 用今天的话来讲 两个字让你发财 太棒了 你看真耶稣的这一段圣经 但是前提是什么 圣经说你要一心依赖耶和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在真言书第一章 第一讲当中 牧师告诉我们 什么是智慧 对不对 什么是智慧 你要拥有这个智慧 就是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当你拥有耶稣的生命 你就成为一个智慧的人 所以这个叫做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当你信耶稣那一天开始 你刚刚才走向了一条 荣耀丰盛的道路 信耶稣不是代表拥有 就已经完全了 信耶稣是刚刚开始 当你信了耶稣 是进窄门的第一刻 当你信了耶稣 是进入窄路的第一步 所以你会发现 智慧的本身是神 是神他自己 而我们今天找到了神 我们就成为一个智慧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说 不要凭着人的能力 神的智慧与人的能力 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你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 放下你自认为的本事 回到神的面前 照着神的心意 神一定会使你身体健康 使你骨头滋润 使你的仓库充满有余 这就是神的智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说从神的心意当中 我们看到 这就是一个完全的救赎 使你完全得丰盛 所以真言书第四章八到第十节说 你若高举智慧 它就使你高升 你若怀抱智慧 它就使你尊荣 必将华罐夹在你头上 把荣免交给你 甚至说我要听我的言语 就必什么 严年益寿 真言书里面竟然有 这么难懂的华文的字 严年益寿是什么意思 严年益寿是家常寿命的意思 这个世界没有一种办法 让你能够严年益寿 这个严年益寿 让你的寿命多加一克 让你能够延长你在世的日子 让你能够长寿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你若高举智慧 你若拥抱智慧 这就是完全的救赎 就是上帝要给你的 你就能够经历到这个完全的丰盛 这就是神的应许 我们来看属灵的原则是什么 属灵的原则是 当你拥抱智慧 当你高举智慧 你就会成为一个智慧的人 你就会拥有这个智慧 所以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说 凡事有的还要嫁给他 叫他充足有余 凡事没有的 就连他所有的 什么都要把他拿走 你若敬畏上帝 你若高举智慧 你若拥有智慧 你若拥有神 神就要加给你一切 你若没有这个智慧 你如果没有神 神经说连你所有的 都要将你拿走 这个就是属灵的原则 这个就是神的信仰 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 神的时候与复兴或者恢复的真理 我们讲到了神的心意 那么回过头来看一看 我们当下所面临的这个环境 我们说 我们已经被放在这样的一个 动荡不安的这个世代 从2020年的1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 对吗 全世界笼罩在这个不动荡不安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我们说好不容易疫苗出来了 最后又来了一个病毒变异了 人的脚跟不上这个世代变化的恶角 那我们会问说神啊 你讲到十年的复兴 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来复兴 神的心意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这个时候 是神的时候 圣经说你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 我们必须要看到 在当下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 在这个点上 神要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功课 我们要听神的声音 我们要知道说 这是神的时候 而神在这个时候 他要做的这个复兴的工作 跟恢复的工作的这个真理是什么 我们回到圣经了 真言书第四章二十四 我们刚才二十到二十四节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 我们用心意本 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翻译 圣经说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话 侧而听我所说 不可让他离开你的眼目 要谨记在你的心中 因为得着他们 就得着生命 整个人也得着医治 你要谨守你的心 胜过谨守一切 因为生命的泉源 由此而出 你要除掉欺诈的口 远离乖谬的罪传 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 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看到 当下 我们说在这个时间点 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说在这个当下 你要留心啊 你的耳 你的眼 我们回想到在过去的十年 犹太利啊 5770到5779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5770到5779的这个 70到79 它是眼睛的十年 眼的十年 眼的十年 那在这一段圣经说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要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 要纯寂在你的心中 眼睛很重要 眼睛很重要 为什么圣经说 你所听到的东西 你所听到的东西 跟你所看到的东西 它会影响你的心 你所 你要留心 你当下的耳朵 你要留心你的眼睛 圣经怎么说 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要侧耳听我的话语 让这些不可离开你的眼目 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的耳朵 收到最多的讯息 就是这个世界的灾难 多么的悲惨 今天我们的眼睛 被关注到 被吸引到 被注目到最多的 就是今天的疫情 多么的糟糕 局势多么的混乱 生存的危机 多么的严重 弟兄姊妹 圣经说你要留心 在这个局势当中 你要留心你的耳朵 要听神的话语 你有听神的话语 在这一个期间 你听到更多更多 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分析 还是听神的话语 你相信这个世代 是神的世代吗 你相信仍然上帝在掌权吗 你要留心你的耳朵 因为你听的东西 会影响你的焦点 你的焦点就是你的眼睛 你的焦点在哪里 你的焦点是否注目在 耶稣的身上 你的焦点是否注目在 神的计划 跟这个世代 神所要做的这个工作 神所呼召你 给你的意向上面 留心你的耳朵 留心你的眼睛 你如果注目在神的身上 你的心就会被影响 你所注目的焦点 就是你心中的上帝所给你 所以我们说 你所收到的讯息 与你里面的人 是有关的 所以你要很小心 留心你的耳 留心你的眼 因为圣经说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当你的焦点在 耶稣身上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耶稣 他就是得全体的良药 无论这个当下 局势怎么混乱 原来神的工作 神要透过疫情的当下 神要透过这个局势 神要医治你 神要把你生命当中 很多的问题显露出来 神要医治你家的关系 神要医治你生命当中 过去很多你所忽略 你认为自己很爱主 你认为自己很完全 你认为自己已经成圣了 你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 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透过这个疫情 神显露你生命当中 那最软弱 最本质当中的那个问题 医治神要医治他 你相信吗 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疫情 带来丰盛的 有没有 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疫情 带来复兴的 有没有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疫情 这个疫情 导致你越来越软弱 越来越灰心 越来越沮丧 我说这不是神的心意 如果因为这个疫情 让你越来越爱主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我知道我们所服侍的 某一些教会 2021年一直到今天 我们所服侍的某一些教会 已经进入到 第二轮的四十天的进食 很多的教会 开始经历到复兴 很多的心开始连接在一起 很多的使命连接在一起 很多的事工 开始连接在一起 我们竟然很惊讶 当我们的身体失去自由 被困在家中的时候 我们的事工却经历神的丰盛 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不禁要问说 上帝啊 你透过这个疫情 你要告诉我什么 当我们的眼睛 从这个世界的局势 转移到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 一全体的良药 阿妹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 是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 我们要全体被抑制 让我们的教会 同心合意地 进入到神的命连 让我们的教会 同心合意地 领受这个意向 这个叫做 一全体的良药 你的手要被医治 你的耳朵要被医治 你的眼睛要被医治 你的心要被医治 你的全人要被医治 你才能够进入到 这个复兴的十年 前两个月 大概一个月前 我很兴奋 很兴奋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年轻人就找我 我叫他年轻人 是因为 他是我属灵的这个孩子 当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帮助他 你知道这个人是从一个 亿万富翁 能够讲亿吗 可能还没有到 一千万级别的 就是几千万 他欠债 欠了三千多万 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快要到 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 就是父母打拼了一辈子 被他败到光 欠了几千万的债 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来找我 脸上全部是用指甲 他抓得很 那种伤痕 全身很落魄的 跑来找我 他打一个电话给我说 牧师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教会 我也去找你 我说你来啊 我等了几个小时 他都没有来 等到他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满身都是汗 我问他说 你去哪里了 你告诉我在 叫我在教会等你 我等了几个小时 你都没有来 他告诉我说 因为他连坐车的钱都没有 他的车被拿去荡掉 他所有值钱不值钱的东西 全部被债主拿去荡掉 所以他只能走路来到教会 我没有见过比这个人更悲惨的一个人 我没有见过比这个人更惨的一个人 我问他你满脸的伤痕怎么来的 老婆打你 他说不是 债主上门要债的时候 实在给不出钱 把他柜子里的衣服全部拿走 翻过来把他打得遍体鳞伤 我看着他说 那个债主一定是女的吧 他说对啊 因为满脸都是指甲抓的 你知道这个人 惨到这个地步 一个年轻人 在我们教会 不敢回家 晚上躲在教会 一家人 整个家族躲在我们教会 我们还要陪伴弟兄姊妹去陪伴 找几个姊妹 传道人去陪伴他的妈妈 他的姐妹 然后呢 我们自己陪伴这个弟兄 他人生在最绝望的时候 走投无路 我告诉他说 你在这种局势里边 仍然要赞美神 我们要安排他 在敬拜团里边做主场 他说我都没脸做人了 我说你越在没脸做人的地方 你越要敬拜上帝 你知道有多奇妙吗 这个人在走投无路 没有人敢收留他 人认为说这个家 一定是走投无路是死定的 没有出路 我们不断地为他祷告 为他发预言 我们领受有一个更大的使命 是在这个家族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要把 更美的祝福给他 可是魔鬼撒旦 却要让这个祝福 还没有产生的时候 就把他夺走 我说当然你有你的错 你要向神悔改 你失败的地方 但是今天你要起来 你要跟仇敌争战 你要把上帝给你家族的命定 跟上帝给你个人的命定 你要透过这个祷告 把他夺回来 我们就建立他 建立他 建立他 直到有一天 他告诉我说 一个很神迹式的一个经历 他去到了非洲 他去非洲 连一分钱都没有 连路费都没有 我们还有帮助他 给他钱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做牧师好辛苦 你知道吗 没有钱怎么办 我看看 自己掏腰包 也给他钱 他很感动 很感动 当我第一次 把一万块钱 交在他手里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男人 这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男人 他满脸通红 他很尴尬 因为他曾经是一个亿万富翁 一万块钱对他来讲算什么 可能晚上出去 吃个宵夜 都要几万块钱 随便给太太买一个包 都要几万块钱 跟太太开的是法拉利 是跑车 曾经最风光的时候 这一万块钱算得了什么 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却连两块钱 坐车的钱 坐巴士公交车的钱都没有 第一次 拿到我给他的一万块钱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眼睛里边 那个眼泪一直在打转 我就对他说 不需要做到这么多愁善感 这一点点钱而已 他很激动很激动 他很激动 说上帝祝福你 神给你一定是有出路的 你放心 所以直到很神迹式的 我想早上的时间有限 我就跳过去 怎么去到非洲 在非洲一直到现在 今年是到第八年的时间 上帝怎么翻转这个家 几个月前他联系我 他说牧师你还记得吗 我们的教会 以前叫西安路教会 你还记得当我要成立 这间公司的时候 你问我说公司 在非洲的公司 要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的公司要叫西安 为什么 因为我的意象是来自我的牧师 我的意象是来自我的教会 我的教会叫西安路教会 我的公司就一定叫西安公司 我们是紧紧相关的 所以西安公司就成立了 这八年 他从一个公司 把它做成到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现在在新加坡 把它注册准备要上市 我说你小子 分光了 可是你不知道 这八年的时间 是怎么走过来 一个人连买一张计票的钱都没有 而且背着三千多万的这个债务 怎么样在八年的时间里面 你知道那个血泪死 那个过程 当然这八年我们陪伴 也是陪伴很辛苦 你知道吗 常常被他下个半死 三更半夜打一个电话过来 你就迫切为他祷告 要安慰他 在主上门逼债的时候 都打电话打到我这边来 很不客气地说 嘿某某人啊 你是那个某某人的牧师吗 我想是啊是啊我是啊我是啊 你能不能叫他还钱啊 信耶稣怎么这样啊 债主要不到钱 打到牧师这边来要 我就问他说 嘿你是基督徒吗 我就要很客气地问他 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我是基督徒 我就很想问你是基督徒 你讲话稍微客气一点好不好 我好歹是牧师啊 我又没欠你钱对吧 我还要安慰债主的心 我说哎据我对他的了解 第一 这个人一家人没有 没有跳楼死掉 对不对 所以还活着 对不对 第二 这一家人没有逃掉 对不对 你还找得到他家住在哪里 对不对 第三 这一家人没有说不还你的钱 对不对 对呀 那你稍微给点时间给他嘛 拜托 已经欠你这么多钱了 对不对 你都欠了那么久了 你再给一点时间好不好 人家也在拼命的赚钱 我说你不单是不要吹得这么急 你还要为他祷告 你说上帝啊 你祝福他 他要赚不了钱啊 他就没有钱还我 你要祝福他 他赚更多的钱啊 他才能够连本带利还给我 你明白吧 哦 牧师好的 好的 我回去祷告 这就对了嘛 哇 你知道这八年的时间 多么辛苦 直到前两个月 他打电话给我 他 牧师啊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终于知道 上帝使我们连结在一起 要做什么 他说 我已经把整个生意的模式 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 很强的生意的模式 他告诉我 说牧师啊 你手上现在有多少宣教士 你的宣教士 任何一个宣教士 只要他说 他要去世界哪一个国家 都无所谓 国家你选 人你选 生意的模式我来选 你明白吗 你要去哪个国家 我把我整套生意的模式 从这个国家 复制到哪一个国家 你只要拆你的人去 他只要说 他对哪一个国家有负担 我听完之后 我杀掉 这个人跟八年之前讲话 那个口气完全不一样 八年前坐在你面前 是低着头 蛮连 我还记得那蛮连 被指甲抓得不像人样的 一个年轻人 坐在你面前 连两块钱的路费 都没有很邋遢的人 到八年之后 告诉你说 你想要去哪个国家 你说 这种魄力 哇 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说我知道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安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安 我说主啊 这八年的路是辛苦的 神透过这个破产 神把这一家人的骄傲打倒 神把这整个家族的骄傲打倒 把人的智慧 人的聪明打倒 以至这八年 神医治他们的口 神医治他们的眼 神医治他们的嘴 神医治整个人 是他整个人被医治过来的时候 他懂得他的生命 开始要进入到复兴的十年 跟神的国度 跟神的计划挂钩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说当下 你所收到的讯息 跟你里边的人是息息相关的 真言书第四章22到23节说 因为得到他的就得到了生命 又得了以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有心发出的 保守你心 这个心指的两个方面 你要保守你心指的是 这个心就是已经被医治完的全体 神已经医治了你的全体 你要保守他 不要让这个医治 不要让神的这个祝福跟丰盛 随流失去 什么叫随流失去 这个流就代表流行 当下流行什么 不要被流行 吸引了你的目标 这个随流失去 也是指当下 冲击你的环境 不要被他影响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你要保守你心的这个心 是指你里面的那个全人 是指基督在你里边 所住在你里边的那个基督 耶稣基督在你里面 这个你里面的全人 你要小心要保守你的 你的这个心 这个心是指你里面的全人 弟兄姊妹 只有当我们里面的这个全人 被神恢复医治过来之后 我们才能够以这个健全的全人 进入到复兴的十年 这是犹太历 5780到5789 5780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 5780到5789被称为口的十年 对不对 这口的十年又是一个复兴的十年 所以真言书第四章二十四解 圣经怎么说 你要除掉邪屁的口 弃绝乖谬的嘴 弟兄姊妹 圣经说 你的全人被医治过来 你就要保守你的心 然后为自己弃绝这个口 什么口 我们说口就是心的写照 圣经说心里所存的 口里就说出来 智慧存在聪明人的心中 愚昧人心中所存的 就显露出来 你嘴里所讲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 是圣洁的最高的标准 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说 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世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们看到神的使者拿火炭 来磨先知的口 要洁净他 以至让他能够达到 神的标准 今天 神给我们的教会 有意向 有使命 有这一个 从列国到地级的圣子 你怎么去承受他 以赛亚先知都需要 神的使者来洁净他的口 那么今天 我们的口是否也要被洁净 圣经说要弃绝 要除掉这些口中的罪恶 我们看到呢 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说 舌头就是火 这个火 可能会把地狱的火点燃 地狱的轮子点燃 所以圣经说要弃绝 那个乖谬的嘴 除掉鞋臂的口 鞋臂的口跟乖谬的嘴 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指的是什么 鞋臂 其实它指的就是一种欺骗的言语 指的是一种 做假见证的 讲骗话 我们说 这个乖谬的嘴 指的是什么 你根据下边的经文 真言书第六章 第十章 第十六章 我也打在这个PPT上 你可以看 其实它是指的 散步遥眼 我们说连眼见的 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何况如果今天 你在私底下 去论断一些事情的话 搬弄一些是非的话 制造一些纷争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地狱的火 今天早上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当你的全人 被医治过来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弃绝这些的言语 对吧 眼见都不一定会真实 何况你私底下在议论 这些事情是不应当 是不应当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这个孔子有一个学生 大弟子 孔子的这个大弟子 叫子渊 子渊 传说传说 那孔子呢 有人说他很喜欢吃这个汤圆 那有一天呢 就对他的大弟子说 我讲道讲累了 论道论累了 你去给我买一碗汤圆 汤圆馆 然后这个子渊就跑去买汤圆 煮了一碗汤圆 师父很爱吃 然后呢 就端着汤圆 就走了 一路走 走到哪里呢 走到一片的竹林 竹林 经过竹林就到家了 老师 孔子坐在里边 还有所有的师兄弟 坐在屋子里边 就看到这个子渊 走走走 走在树底下 看看左右没人 从这个碗里边 拿一个汤圆 塞到嘴里边就吃掉了 然后呢 这碗汤圆呢 就在所有的师兄弟 跟老师面前呢 大家就看见了 然后拿着这碗汤圆进来 老师一看 脸都气轻了 岂有此理啊 我以为你这个大弟子 是很尊重老师的 你竟敢偷吃 所以呢 汤圆一拿回来的时候呢 老师第一件事情干嘛 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每一次一碗汤圆 都是十粒啊 每一次都是十粒 你看果然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还有一粒拿去了 偷吃了 所有人都看见他偷吃了 哇 老师心里就很伤心了 这个大弟子 哇 我很尊重他 想要训练他 可是呢 哪里知道 连他 连吃的都会偷 你想还会偷什么 到了第二天 老师讲道讲累了 又对他说 我想吃汤圆 这个弟子又跑去买汤圆 现在呢 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贼 所以所有人都从窗户 往外面看 看今天偷吃几粒 所以汤圆拿到老师面前 老师就数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今天怎么多了一个 老师就问他 怎么一碗汤圆十粒 今天怎么多了一粒 这个子渊就对师父说 老师啊 因为昨天去煮汤圆 那个老板说今天生意太好 这个最后呢一碗本身十粒 差了一粒 只有九粒 那那今天呢 今天因为老板说 昨天少了你一粒 所以今天就不还你一粒 老师说 那你一路走来 经过那个竹岭的时候 你看看左右没人 然后从碗里边 拿了一粒 睡到嘴里 那你吃的是什么 这个子渊 这个徒弟脸 红红脸 红红说老师啊 不好意思啊 我走过竹岭的时候 一张竹叶飘了下来 飘在碗里 所以呢 我看看左右没人 我把竹叶拿了起来 准备丢掉 可是我一看啊 这个竹叶上面 沾了那个汤圆的汁啊 那个是很甜的 我想丢掉可惜 放在嘴里呢 把这个甜的 把它吸一下 所以呢就 睡到嘴里 原来眼见啊 眼睛看到的 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你听明白吗 这个叫眼见 不一定是真实的 弟兄姊妹 我们若相信上帝 给我们 和尚那教会的意向 我们若相信上帝 给我们这个圣子 我想今天 我们就必须要求神 把这个医治 全体的粮药 赐给我们 让我们教会 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个全体要被医治 医治 弃绝我们中间的 那个乖谬的嘴 那个邪臂的口 那个制造纷争 那个谈论是非 那个用话语去攻击 教会牧者 甚至去质疑上帝 给我们的死命的 这个嘴 求上帝拿着祭坛 然后探 接近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 能够达到 圣洁的最高的标准 以致我们才能够领受 这个复兴 才能够把这个复兴的十年 把它传承得更久 更远 更扎实 我想今天早上的时间关系 快快地来结束它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最后是什么 用健康的生命 去推动健康的事工 只有我们全人 被医治过来 只有我们的嘴 我们全人被医治过来 只有我们弃绝了 嘴上的这个污秽 跟不完全 我们才能够 眼睛看得对 我们才能够看到异象 圣经说 我们才能走得直 今天早上我们要祷告 让我们的教会 不要再走冤枉路 让我们的事工 不要再走冤枉路 向着标杆直跑 圣经说 你的眼睛就会看得直 直直的 不要看歪了 不要再走弯路 让我们行得直 看得直 行得直 求上帝把那个奔跑的力量 赐给我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真的能够承受 从列国到地级的产业 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为着自己来祷告 为着自己 所领受的 为着自己 在这些年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光景 我们来祷告 我们非常谢谢 叶牧师的分享 这时候叶牧师 继续带我们来 为着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间 谢谢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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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 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言语 没有人能够改变自己的言语 但主今天早上 我们恳求你赐下你的圣灵 弟兄姊妹 无论我们现在在世界哪一个地方 让我们一起用方言来祷告 我们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只全体的良药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只全体的良药 求主恢复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来祷告 求神恢复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心 我们的嘴 我们的口 我们的脚 我们的手 求神恢复我们教会 每一个肢体的共有 主啊 主啊 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意向 让我们的关系 不再有隔阂 不再有猜疑 不再有质疑 让我们真的是同心合意 让我们眼睛看得正直 让我们行得正直 让我们不要再走弯路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承受这个异象 让我们承受这个使命 让我们领受这个圣旨 是强而有能力的 我们不但自己要走得久 走得远 走得更扎实 我们要把这个复兴 带到列国 带到地址 哈利路呀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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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我们相信说 天父你必要医治我们的全人 你要当你医治我们的全人 我们的心的时候呢 我们的耳朵就会被医治 我们就不会去乱乱听了 我们的眼睛的医治 我们就不会乱乱看 我们的嘴巴的医治 我们就不会乱乱讲 我们的心得医治 我们全人就得医治 那我们的脚得医治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乱乱走到那些 不该去的地方 那我们的手呢 也不会去拿那些不该拿的东西 天父这个时刻呢 我们谢谢你 你要从我们的内心里面 来医治整个教会 医治每一位弟兄姊妹 好不好 这个时刻呢 我们取起我们的手说 耶稣你医治我的全人 医治我的眼睛 我的耳朵 我的嘴巴 我的脚 我的手 我整个内心的医治 我整个外在都得医治了 谢谢天父爸爸 你给我们恩典 这个恩典使我们得医治 这个恩典使我们得到全辈的医治 谢谢上帝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Amen 我们好不好 我们拍张 谢谢我们的上帝 也谢谢叶牧师 早晨给我们这么棒的分享 上帝祝福你们